大家好,我现在是在317国道边的错厄鸟岛 昨天晚上我就停车在这里休息的 今天早上这里一直在下雨 现在天空中还是泳彩很厚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鸟岛的水 下过雨的原因 水面上有那种漂浮雾 在这个岸边这个水直接就会冲过来 浪打浪 这个岸边这个风蒸的很大 早上的时候刮那个风 把我车子都刮到左摇右摆的 现在这个水看起来是绿颜色的 如果天气晴了出太阳的话 这个水看起来会是蓝颜色的 又见藏羚羊 这边是色灵错保护区 所以也是有藏羚羊的 这是位于317国道边的色灵错黑景赫保护区观景台 那边可以看到那个色灵错 今天这个天气阴沉沉的还是有点冷啊 给人感觉很压抑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的这个步道还是修好的 这个天气阴沉沉的 这个观景的这儿还有一个亭字 庆兴亭 太压抑了站在这上面 来看一下咱们就走吧 我现在距离班戈县还有110多公里了 天气灰蒙蒙的 我现在快到班戈县了 刚到班戈县就变天了 这里是班戈县江龙马曲湿地旁边的这个停车场 现在已经飘起来这种小雨了 我听着打雷的声音 最近西藏雨季了 瞬间地面就湿了 及时雨啊这是 这里的这个天气真的多变 刚才下雨 现在雨过天晴 头顶上面大太阳 江龙马曲湿地 大门都修好了 但是没什么游客 咱们进去看一看啊 这里就是一片草场 远处有几匹马在悠闲地吃着草 视野倒是很开阔这里 这里海拔有点高啊 班戈县的海拔已经超过4700了 这叫小溪水上面放着铁轨 这算是班戈县比较热闹繁华的一条街了 我站在班戈县的最热闹的这个十字路口 我在班戈县看到有卖手工饺子的 猜猜这一包多少钱 一斤十五 我买了两斤 回去放在冰箱里面 你看这牛哥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 这个牛哥一直在路中间站着 挺豪横 小县城里面街上没什么人 班戈县海拔4700米 所以这个道路两旁是没有一棵树木的 这是班戈县唯一的广场 民族团结广场 这个广场修得也挺好 但是给人的感觉 看到眼前的这个景象呀 有点怪怪的 可能是因为来的人少吧 这边有一个文成公主的像 应该是吧 非常气派的演艺工 关了门的 这里还有个文化传承所 纳摩错的民间艺术团 这里就是班戈县的菜市场 这里啥都可以买得到 应有尽有 蔬菜水果店在这里比较集中 像现在到纳曲班戈县这边的话 菜价相较于比阿里的话肯定要便宜了 水果蔬菜都要比阿里便宜 我从那个市场里面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买的东西 然后咱们现在就回去做饭吧 这个是之前在市泉河买的肘子 土豆烧肘子 那些肉 我滑了一下水就放在冰箱里 然后少拿出来的点 今天就吃这么多就够了 大料放进去 肉已经爆炒好了 加水里面放了调料 把肉先用高压锅给煮熟 再放土豆 吃饭了 放了点土豆 洋葱还放了点小白菜 面 面 先浇点菜汤 拌着吃 就算了 下集中 接下来 就算了 下集中 面